史皇的軍隊為什麼能擺戰擺勝呢? 講這個題目之前我們先來看 古人對兵馬俑最早的認識到底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看金人對兵馬俑的認識 古人對兵馬俑的認識其實兵馬俑不是近代發現的 我們從文獻來看明朝末年就已經知道兵馬俑的存在 各位可以看得出這裡面記載 這是在明朝有一個叫張代的一本書叫《夜航傳》裡面 這本書專門記載他知道一些奇聞意識 大明崇禎十七年三月初期 他說老百姓在村外絕景三天水才出 那個晚上突然之間又沒有水了 眾人見狀無不稱奇 一個後生垂井而下 在井裡面立刻孔嚎而昏厥 昏在井裡面人家把他救出來用薑湯罐滋 後生告訴你井底下有怪物他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另外有一個壯士提刀附入其井 到井裡面這時候井壁塌了以後 看到一個怪物如真人疊疊做四人壯 也跟壯物好像真人一樣 然後非常的兇猛想要咬人 這個壯士駭吉舉刀砍之 怪物怎麼砍都不倒 所以他非常的害怕 村人文乎將事提出 把這個壯士提出來 這個壯士久婚不行 張代就說無文之高 不宜動土覆平之矣 這裡面有妖怪 不可以動土 趕快把這個井填起來 最後你看張代還加了一段 明朝崇禎時期加一段 勿護國之江王必有妖孽之聲 勢以繼之以行後世則也 就是中國人相遇兵馬俑最早的認識 你們可以看這個圖 就知道為什麼當時那麼害怕兵馬俑 好我們繼續來看 這是古人最早的認識 就是近代有的考古 我們當然知道兵馬俑不是這個樣子了 兵馬俑有很多東西 那麼我們沒有辦法一一介紹 兵馬俑的東西 其實那個東西也不必要在我的課介紹 我的課上一個課就是要聽 平常你們聽不到的東西 如果你們上一個課是你自己讀書 就讀得到那何必來上這個課呢 如果書上你們查到可以詳細知道的東西 我就不會花太多時間講 我講的一定是你們在書上平常不容易看到的東西 我要你們特別注意 一般拍兵馬俑都會拍豪華的將士 有鎧甲有戰車有祭兵 當然那個都很值得研究 可是這一排我覺得更值得你們看一看 這裡我特別拍了兵馬俑第一排的照片 兵馬俑第一排照片各位注意 兵馬俑第一排前面這三排叫做第一排 前面這三排人共同的特徵是什麼 注意喔 在兵馬俑裡面他們是全軍的前鋒 他們共同的特徵就是他們每一個人都沒有假走 他們身上著的只有布袍輕袍而已 你從他們手的姿態來看 他們拿的不是長兵器全是短兵器 秦軍第一排的前鋒連假咒都沒有 就敢穿著輕袍拿著短兵上陣去跟著漏搏 這些個個都是勇士喔 秦軍怎麼會有這麼多勇士 秦始皇的軍隊為什麼能百戰百勝 因為他的軍隊之勇猛六國比不上 他的軍隊為什麼會那麼勇猛呢 難道秦人天生就比較勇敢嗎 這是不合理的事情 他軍隊勇猛的秘密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繼續看下去 要知道秦人勇猛的秘密不能我們說了算 我們得回到那個時代去看 當時那個時代怎麼評價秦國的軍隊 我們很幸運當時有個大學問家叫做尋輔 他特別在他的書裡面有一篇叫做義兵篇 他比較了當時他知道三個國家的軍隊 來告訴他們的強弱如何 來告訴你哪一個是他認為最強大的軍隊 那這裡面就介紹到秦國 我們仔細看 一樣跟前面張良一樣 我帶你們唸文言文 你們仔細把這一段讀完 齊人勇猛及其忌也得以守者的次數資金 無本賞 你看齊國的軍隊做現金 他那個方法來管理軍隊的方法是什麼呢 他首先他目擊武技高強的人進入軍隊 進來軍隊以後不給你底薪 看到沒有無本賞你 你沒有本薪 那你要賺錢靠的是什麼方法呢 上戰場的時候 你能夠砍到敵人越多的手機 你就得到越多的獎金 靠的是獎金來激勵軍隊奮勇殺的意 這個方法就跟現在 你們不覺得聽起來 跟現在保險推銷員很像嗎 用這樣的方法來管理軍隊 照道理很好啊 如果我花的錢越多 我的效果就越大 如果沒有戰功 我不顧就不用花錢了 這是多划算的方法 簡單的來說 跟今天的觀念 齊國是個工商業國家 他完全是用商業的概念 來經營軍隊的 齊人這麼精打細算 結果到底會怎麼樣呢 我們來看看荀子的評價 他說這種軍隊 是勢小敵脆 則偷渴用也 如果碰到小的敵人非常脆弱 那麼所有的人都覺得這種敵人 我們靠著通機取巧就可以贏了 因為我比你強嘛 我不用太怎麼費力 我就可以打贏你了 還可以用一用這個軍隊 可是如果勢大敵間 則煥然離而落飛鳥板 這樣的軍隊 一旦碰到了沒有勝算的戰爭 對方的軍隊比他更大更強 這種軍隊 你看荀子講得多好 煥然離而落飛鳥籃 什麼叫做落飛鳥籃 我有個簡單的譬喻給各位聽 你們從小應該聽過這個計算題 樹上如果有十隻鳥 有一個獵人現在開了一槍打死了一隻鳥 請問現在樹上還剩幾隻鳥 當然就是一隻都沒有 鳥是最容易受驚的動物 所以孫子兵法要判斷人家夜不夜行 最簡單的方法 就看樹裡的鳥有沒有被嚇飛起來 鳥的膽子非常小 稍微有一點風吹草動 立刻就從樹上四散紛飛 他就用這個飛鳥籃來形容齊國的軍隊 齊國的軍隊一旦碰到比他更強的軍隊 碰到比他更強的敵人 這個軍隊就搭場逃跑 換籃離散像飛鳥一樣 這種軍隊請策反復無日 是亡國之兵也 用這樣軍隊的國家 只有亡國的命運可以走 一旦碰到強敵入侵 我們要軍隊是要來保衛國家 保衛百姓的 結果這個軍隊跑得比百姓還要快 為什麼 因為他賺不到錢 你精打細算 人家也精打細算 四國者用這種方法來管理軍隊 軍隊就用這種心態來報答你的國家 忍得我們不要說 我們講近代的例子給各位聽一聽 我個人從中學的時候 剛好發生第一次海灣戰爭 也就是伊拉克攻打科威特那一次 科威特用的就是僱傭兵團 他們花了那麼多錢僱傭這個兵團 有沒有用呢 半點用也沒有 轉眼之間科威特就被伊拉克征服了 所以用僱傭兵團會 這個結果幾千年前 荀子就看出這個結果 他告訴你 你看下面這句 兵末弱勢 天下找不到比這個更弱的軍隊了 是其去令士庸而戰之機 這種跟發生戰爭的時候 臨時到市場上去 雇人來打仗有什麼差別呢 沒有差別的 這是齊國的軍隊 我們接下來看看 有沒有比齊國更強的軍隊呢 有 在荀子來看 衛國的軍隊更強 我們看看荀子怎麼評價衛國的軍隊